三重区新谷国小每年都会举办圣诞庆祝活动 除了让学生感受过节的气氛 也提供一个舞台让学生展现才艺 有的班级唱歌 有的班级是跳舞 无论是服装或者是道具也都相当的讲究 新谷国小每年的圣诞庆祝活动 可以说是学生展现才艺的好机会 各班都会利用这场年度盛会 进行编排歌唱或是舞蹈表演 每一班都各具特色 Try to spea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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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啊啊 你美好的友 你是說的我沒有 希望我需要來個夢 你就是我心痛 你也不用工作 現在我誰要來個夢 我們每一年呢 在歲末的時候 都會讓孩子 有這樣的一個 聖誕感恩活動 的一個才藝表演 那從幼兒園到國小部 每一個班級的小朋友 都會自己來選取 他們的一個音樂 那舞蹈或者歌唱 甚至也有戲劇的表演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讓孩子跟家長 有一個歲末感恩才藝 以及這個發想 他們的一個團圓 慶祝的一個歡樂氣氛 雖然學生對於要登上 這麼大的舞台表演 心情難免還是會有些緊張 但他們還是展現了 花費時間練習的成果 讓台下的家長或是學生 看得很開心 表演的時候很緊張 在表演完的時候 放鬆心情 就感覺過聖誕節的時候 很開心 學校也希望學生 在參加活動之餘 也能懷著感恩的心 尤其今年大家都經歷 相當艱難的防疫生活 希望大小朋友能從活動中 感受到滿滿的正能量 記者房間凱琳 錦玉三重採訪報導 請教採訪報導 請教採訪報導